《沙弥律》里头说 在家无界 为之协议 出家十界 全断隐蔽 出家无界里头 不协议 在家沙弥律头不隐喻 不是不协议 不隐喻 但干凡世间 一切难知 西民破解 出家了 男中是神 女中是你 这一条戒要引述 这一条戒最难 若有干凡 都叫破戒 这个破戒 叫破根本戒 根本戒是四种 杀到阴亡 妄语里头有 大妄语 大妄语 没有证得 自己告诉别人 他证固了 他有神通 他是什么 菩萨在来的 说这些 目的呢 贪图供养 用这种做手段 希望能得到名利 名利或许 得到一点点 莱森 无间谍 因为他犯了 大妄语 破根本戒 真正佛菩萨在来 他自己知道 你一问他 他决定不成人的 他决定遵守佛的 戒律 决定不甘不及 那这有一种 他说出身份之后 他就走了 这个虚空 你知道他的身份了 你没有办法 跟他再见 他离开了 冤极了 这样的人 在过去历史里头 以后 也不懂 但是 佛菩萨 硬化的多不多 佛告诉我们 很多 绝不透身份 我们细心去观察 能够看得出一些 但是也不能够断定 有神通的人 知道 神通有很多等级 真正的神通 真正有通的人 也未必会 真的告诉你 那现在非常精神 下面说 那只世间人 因为迎日 杀身 王家 这个事情 都 古今 中外 过去的 都在 史书上 能看到 如果我们冷静观察 现实 这种人 也不少 也不少 他倒 身败 名裂 你问问原因 大概 都离不开 才 生 这年 观 过不去 这两观把自己 毁掉了 要成就 想往生 这两观 一定要突破 突破破 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 换一句话说 还在 六道 高龙回 在六道里的人 肯定 在三窝 到 土 在三山 到 少 所以 很可怕了 这是 四世真相 这不是 假的 事出世间 一切法 拜 都拜 在 这两个字上 我通常 讲 讲四个字 财 是 名 利 我讲 四个字 所有 失败的人 没有例外 贪财 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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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要拯救 不一定 要有很好的缘分 不一定 这个世界没有人支持你 没有人接触你 你还是能拯救 你的关系都 语言书生 泛这四个字 到最后一拜土地 身败名利 太多了 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不能讹为 那些都摆得了 我们的家人